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能这么说 唱歌是这样子 我觉得唱歌是一个发泄感情很好的一个管道 那么我在生活上的体验 跟自己的一些可以说疏解自己的情绪上面 来讲唱歌 我一直用它来做一个很好的抒发的方式 那么快乐的当然跟自己的家人分享 如果不愉快的 这点独吞嘛 独吞就用歌声跟歌曲来把它发泄出来 所以通常都会唱的歌曲都比较苦涩一点 再加上我自己的经历 所以你在讲 你这个忧郁王子是怎么来的 对 所以我唱的歌曲的风格 早期台湾的媒体就给我封了个绰号 就是忧郁王子 其实我觉得人都有孤独的一面 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有这种经验 但有些人会显现出来 有些人会放在心里面 那我也是放在心里面的一种 只是我透过歌声传达出去 那你就是说你有这个忧郁王子 是不是叫生活上面的一些经历 是你有这么一个 就是说 是你感觉从你的歌声里面体现出来 是一种忧郁 就是说你的生活经历非常 比较坎坷比较多 或者小的时候 就是说经历这种坎坷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有多重的影响 但是这当中我觉得关键的原因呢 应该是跟我的经历有关系 比方说有人说我的歌声 他先听起来 就是我有点受伤的感觉 那我这种受伤的这种歌声 唱某些歌曲 会比较贴切 如果唱一些所谓的快歌 可能掌握他的用耳 掌握的不是很贴切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所经历过的 这些经验呢 我会 因为其实唱歌跟演戏 有点相类似的 就是他如果你自己的经验 真正有某些经历的话 你不用去想象 因为自己本身就有这种感受 你是用心在唱 对 所以说在我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包括感情 包括生活的历练 包括我对亲情的看法 包括对各种的价值观 都融入在我的歌声的时候 我不必去太用想象的 因为我自己都体会过 虽然我不算老 当然过去了 二十来岁 但是以我二十来岁的年纪来讲 我承受的 我可能比童年龄的比较多 我们观众朋友都知道 您好像是韩国华侨 我是韩国来的 其实说你能不能谈谈 你当时是怎么进入这个演艺圈子 就在这个之前是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的历练 韩国华侨 其实我觉得也许是北方人的这种个性吧 韩国华侨我们几乎都是第二代 第一代就是所谓的 我们大陆讲的是解放的 解放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些人都到韩国去 所以韩国华侨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山东 山东的距离位置 也就是说你是祖籍山东 对我是山东 那我们父母亲都是到了韩国之后 才吃这个空手打天下的 那我们这第二代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富裕的生活 能做的都是餐厅 这一类的劳力的生活 那我小时候呢 家境就不是很好 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所以我父母亲身体又不健康 所以我十六岁就开始 我要这个自个儿养活自己 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在学校住校 我家里的距离的关系 所以十三岁就开始学会自个儿照顾我自己 那开始赚钱之后呢 就尝到这个所谓的人间冷暖了 就开始有这种 这真的是切身的体验 尤其在异国他乡 在异国他乡 这真是那些王八蛋不把我 哈哈哈 不是吧 不是这么说 不是这么说 在那儿我是外国人 那这是合情合理的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可是回到台湾之后又把我当外国人 这是很上老街了 对 滑墙 对 那我做过的 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做过的工作准备也算是蛮多的 所以在这个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呢 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对我的收获很大 也知道也建立了很多 因为这样的经验建立了很多我认为的正确的价值观 嗯嗯嗯 所以我的人生指标 跟一般人可能有点点点出入 那你怎么怎么进入这个歌唱这一世纪 歌唱是 嗯 我最开始练吉他是我在高一的时候 嗯 高一时候 呃 我腿生病 我打石膏打了八个月 还淘气 哈哈哈哈 顽皮 顽皮对对对 那打石膏八个月呢 我哥哥就买了把吉他 我就开始在家里专心练吉他 算是嗯 练了一首不错的吉他 嗯 然后开始很入迷 很入迷 所谓的西洋歌曲啊 这些流行歌曲啊 然后开始整天不念书 就开始整天玩音乐 嗯嗯 一直到年大学 也都是这个样子过来 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自己的投入啊 呃 对这个音乐的这个感觉感受啊 可能也比较来的深刻一点 嗯 那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有做这个 这个弹吉他唱歌的这样的经历 嗯 那真正开始接触这个唱片是在台湾 是民国啊 1984年嗯 我出的第一张专辑 很幸运 第一张专辑就 就普遍被接受 你进入的歌唱学已经十一年了 是 出的专辑已经出了大概有十七张 十七张了对不对 嗯 你觉得这个歌是怎么选择出来的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创作一首好歌 嗯嗯嗯 你这种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哦 嗯 我想介绍一下背景啊 我在台湾曾经有两家唱片公司 嗯 那么过去那家唱片公司我的第一家 也就是说我刚入门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嗯 我有制作人帮我做这方面的全权处理 嗯 那么我在第二家唱片公司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条件 嗯 就是说我非得要自己制作我自己的唱片 因为我 因为我 我也不是偶像 我真正在乎的是我要做我自己的音乐 有这份理想 嗯 那么开始制作的第一张专辑是《易东的心》 嗯嗯 也让我增加更多的这个信心的勇气啊 嗯 继续朝这条路走 那我在制作上面的角度呢 我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也就是我在我们讲挑歌 嗯嗯 我选几十首歌进来 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会 我会来评断 哦 这张唱片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会欠缺什么样的歌曲 因为我觉得这种唱唱片 不应该只是一首歌两首歌好听而已 嗯嗯 应该是整体的念 嗯 它不一定是流行歌曲的感受 但是你还是要研制有误 还是要给它东西听才可以 除了它的旋律之外 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嗯 所以整体性我比较在乎 那么 在我自己来讲 我呃前面有提到就是说 我会用我自己的生活的体裁 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嗯 因为人将心比心嘛 没错 对对 我有什么样的感觉跟我 很多人可能会有相同的感受 如果只是把我自己很单纯 动机很单纯 我有什么样的感觉直接表达出来 那因为我这样的经验跟经历 如果用我的歌声来 很贴切地表现出来的话 我相信能够引起共鸣 这是我的希望做到的 嗯嗯 一直以来哎还不错 大家都蛮支持的 哈哈哈 听上完了李斌对他的这个采访之后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江玉恒的一首歌曲 《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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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折冬归头》《再回首》 《经济弥补补》 《云折冬归头》《纤真 mélgefる wave》 今後要像誰所說 再回首 被你遠走 再回首 淚顏茫茫 留下你的祝福 黑夜溫茫茫 不管明天要面對 多少傷動的迷惑 曾經在悠悠暗暗暗暗暗 伏伏中追溫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紅藍入夢 再回首我喜酒 只有無盡的長暗暗暗 我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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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寧願走 再回首 淚眼茫茫 留下你的祝福 黑夜溫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對 多少傷痛和你我 曾經的悠悠暗暗暗暗 伏伏中對我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如夢 再回首我心咎 只有那無盡的長路煩著我 曾經的悠悠暗暗暗暗暗 伏伏中對我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如夢 再回首我心咎 只有那無盡的長路煩著我 再回首恍然如夢 再回首我心咎 只有那無盡的長路煩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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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您好 我是卓�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茶余饭后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仍然是江玉恒 那么在今天这个专访中 江玉恒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 谈一谈他两岸三地的歌迷 他说他最喜欢的歌迷是大陆的歌迷 哇 好得罪人呢 另外他还要谈一谈他做父亲的感受 和他今后的一个打算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收看李斌对他的专访 你的歌迷非常多呢 海峡两岸 我记得您的歌是最早传到中国大陆 我也是你最早的歌迷 谢谢 86年 86年 87年的时候 听到的就是台湾传来的歌曲里面 最早接触的还是你的歌曲 我觉得我也觉得很纳闷 因为我全世界我相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可以听到我的歌曲啊 但是呢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大陆 是中国大陆 那你能不能谈谈就说那个你开歌友会啊 开歌唱会演唱会 海峡两岸香港美国都做过 你能比较到各地的这种歌迷这种心态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的感觉 我觉得真正真正啊 听歌的人啊 比较在乎的是 我觉得海外的朋友啊 对我的歌曲啊 接收度反而比较高 我想可能是异乡游子 听我的歌曲来感受可能感受比较深 比较有共鸣一些 移动的心啊 一些归航啊 那种歌词啊 很能够打动他们的心 我觉得再来就是大陆的人啊 大陆的人崇拜偶像的比例啊很低 像越富裕的国家 可能在可能没事干嘛 就就就多余的时间啊 就可能去做一些 不能讲无聊 但是他这也是他的发泄的方式 那他会对这方面的比较注意 但是大陆呢 我觉得听歌的水平啊 我认为是比较高 我认为是比较高 他是真正的去揣摩一首歌曲 对 台湾呢 听一张唱片听个一两首 他就不听了 他只是他用这种方式来 像我们从前听一张唱片的话 一定是每一首歌都听得很熟 我觉得大陆还是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可台湾就不是 台湾就说 哦 我就去买人 不买歌 他是买人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 偶像 对对 偶像比较 我觉得偶像一定要存在 因为它代表一个社会的一个生命力 它活络 但是呢 你没有实力的话 也不行 实力代表是进步 没错 那一定要这个平衡才行 那现在我们台湾来讲 偶像的成 这个这个这个比例 比较高 但是大陆接受的 实力的比较高 再加上大陆的本身的生活条件 再加上他一些也许政治上的压力 或者是需要书解的方式 他听到这样的歌词 我认为他的引起共鸣感的比较多 也许这个原因吧 我在大陆 我是全世界大陆最后 听你的歌 就感觉到你的歌词 不管从音乐方面 音乐也好 是是 从那个歌词也好 就非常认真的在做一首歌 不是说就是一个好的弦力就完了 这个歌词乱 乱做一下就完了 你的歌词好像就非常认真做出来 歌词非常之好 我在制作人的 因为我的文笔很差 我是华侨 我能够华侨学校的水准 那这歌词谁做的 有人找个代写的 不是 我真的是这样子 比方说你文笔 你本来就写词的嘛 那我就来来来来 我跟你讲三天 我讲一个故事 由你来代笔 我告诉你我的精华在哪里 怎么怎么怎么 由他来代笔 所以我写的曲啊 我很少自己写词 不是完全没有 我都是找一个我熟的人 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的方式 然后那也是 其实也是我要的东西 是相同的 相同的 所以你现在那些作词作曲 演唱这些方面 你最喜欢还是什么 还是演唱 不是 各有不同 你怎么说吧 一个是老婆 一个是孩子 这怎么取舍呢 都好都好 但是成就感来讲 我觉得创作上的成就感 大于大于演唱 演唱是虚荣感 虚荣性的 大于创作上的 因为你看台下的观众 掌声 这方面来的是直接的感受 可是你真正以 你的理想来讲的话 跟创作比较接近 有一些音乐朋友讲 就是说 在台上演唱 就是说 其实你们作为音乐家 在台上演唱 这种 自己的那种 欢乐 其实要胜过台下的一些观众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像这个问题一样 可以刚刚跟有一个 你提的问题 可以连接起来 怎么说呢 你说我唱 每首歌都很认真 比方说 我通常我会把歌曲分四个部门 一个是旋律 一个是歌词 一个是我的歌声 再来就是编曲 这四个部门 合为一体的时候 唱歌很简单 可这个四个部分 全部分开来的时候 唱歌是个很难的事情 唱歌 当然你的歌声 包括你的感情 没错 所以我通常在唱一首歌之前 我一定会听过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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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我就对这首歌 听到听到听到 这首歌是应该用什么的方式 所以我每一首歌 我都不会去疏忽 当然这是我也认为 是我应该做到的 所以每一张唱片 我所花的时间 幕后的时间 花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 平均花多少时间 你说花很多 出一张唱片 从一开始 收集到最后 出唱片 大概有多长时间 以我的工作方式来讲 最起码四个月到六个月 所以我一年 差不多出一张 这样子 这样子而已 非常认真 对 所以那个质量又那么高 所以我在时间有限的状态 不可能做太多太多 但是如果说我可以分工合作的话 也许可以一年出两张 或者怎么样 那我就不愿意 反正我自个儿要做我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也不靠这个赚钱 我只是真正想要做我自己的 这个 这个的 喜悦跟成就感 是没有任何一个工作 可以取代的 那我赚钱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江玉恒的一首 节奏明快的歌曲 Ich range 我赚钱 他只是感叹 靠心 那 aumento 我赚钱 你曾经问我经过几个秋冬 我决定要往哪儿走 你曾经失落对热情的浓厚 心中有你牵住我 在幸福的梦就像一颗泡沫 天亮之后会溜走 把所有委屈紧紧挥洒小汤中 不再回头 这世界太啰嗦 好听的话说太多 不再等候 这滋味不好受 我只想唱一首痛快的歌 我不在乎 也不想太明白 是是非非 统统留给岁月 我要走我的路 我的悲伤 不让你看出来 有一天会习惯 你曾经问我经过几个秋冬 我决定要往哪儿走 我决定要往哪儿走 你曾经失落对热情的浓厚 心中有你牵住我 在幸福的梦就像一颗泡沫 天亮之后会溜走 把所有委屈紧紧挥洒小汤中 不再回头 这世界太啰嗦 好听的话说太多 不再等候 这滋味不好受 我只想唱一首痛快的歌 我不在乎 也不想太明白 世事非累 通通流的岁月 我要走我的路 我的悲伤 我让你看出来 有一天会习惯 一颗心都要自己爱 高兴 我不在乎 那远方的路途 可恶的梦都应该 那建一克现在能不能谈谈你的爸爸今天 谈谈爸爸 谁还说谁还说话 说来话长 对对对 我今年啊 我三十多岁 我的父爱充满着我的全身 已经期待很久很久很久 那么我跟我太太 我认识我太太十三年 相处十一年才结的婚 就前年结的婚 这当中 这个一直啊 其实都没有什么 这个什么所谓的避孕的什么措施 都一直希望能够有个小孩 我很喜欢小孩 我很喜欢小孩 我再看他小孩想去抱这样 不管谁的小孩 很喜欢小孩 那这个父爱怎么办呢 我太太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说没有关系 如果真正不行的话 所谓的不行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福分的话 去领养一个 还是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要散发我们的父爱跟母爱嘛 哎 怀孕了 哇 你们多高兴啊 开始准备准备 这个准备那个 就开始去买东西了 然后我想 因为我自己跟我父母亲相处的机会 比较少 我13岁开始住校啊 一年跟他们相处 顶多一个多月而已啊 所以我家庭的这个天伦之乐 对我来讲比较陌生 也比较向往 所以我很在乎所谓的家的感觉 嗯嗯 然后呢 这小孩来来来来来 我就想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没有啊 我希望能够给我小孩能够 让他过一个很正常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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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 所以我就就就准备了一些我他生产的过程啊 我太太生产过去全部拍下来 全程拍下来 我已经做了一个30分钟的LD 啊啊啊 这将来要送他的礼物 嗯 我想我会阶段性的来来来拍 那你怎么认为发行的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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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我是想我想让他感受到父母亲的这份心 我想天下父母亲都一样 不是想要在小孩子身上得到什么回报 只是让他感受到父母亲有多爱你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尽可能减低他的伤害 那其他的呢 真的要看他的命 他的福分怎么样 他的福报怎么样 我们做不到什么 他选这个人要嫁了我 我不可能反对啊 只要他爱的话我怎么 对 我想天下父母亲都是一样的心情 我就拍那个 很好看的 每天在看 生产的故事 百看不愿 小孩子拉出来 撿记带 然后他的第一个哭声 多好听啊 那是天来的声音啊 怎么会那么好听的声音呢 哇 我不跟你 我还没有听 你见到有人录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那个感觉 生小孩真好 因为很大那种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 跟你唱歌那种成就感是不是 这不一样 这不一样 一个格尾一个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我这个 我很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有这个小孩 那我希望能够做的 有时候有些记者啊 问 就说 你希望小孩能做什么 对啊 他以后是不是要做歌星呢 不可能 为什么 就不可能呢 所谓的不可能是 我没有能力 我没有权力来主导他做什么 要做什么 是他自己做决定 那你有希望吗 但是我会 我会 所谓的会就是说 我会安排一些环境 家里多摆个钢琴呢 让他产生兴趣 他如果真的不想学呢 我没辙 对不对 但是我会制造一些环境 让他对某些东西产生兴趣 那我是希望啊 呃 当然能做一个 有一个健康的人格 正常的人格 希望能够建立他很多 正确的价值观 比较少做错事 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 至于做什么 能完全看他自己 那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很健健康康 这样啊 将来有个好男人 假的就是 哈哈 我想 你会是这样的 你咱们回过头再谈谈你的歌唱 唱歌已经11年了 嗯 回过头来那个酸甜苦辣 嗯哼 哪种自由比较多一点 唱歌啊 嗯 我想现在也是媒体啊 嗯 我们现在做节目就是媒体 我觉得我很看不习惯啊 台湾的一些媒体啊 做处理事情的方式 台湾的媒体有一种觉得独大 就是我们媒体就是媒体 媒体就是老大 哎 有这种 有这种跟觉得 他们觉得比艺人啊 嗯哼 他们会觉得高高在上 嗯哼 那我觉得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这种关系才对 嗯哼 我今天不上你的节目 我不会死 你今天不请我 你也不会 你也不会节目开不下去 但是我们应该你帮我 我帮你 有这种共同的观念 应该才算是正确的 嗯哼 这个跟小拍大拍没有关系 跟新人老人也没有关系 只是在我们共同的利益上面 能不能取得 这个这个 平衡点 没错 打到共识 是这样的一层关系 但是台湾觉得不是 所以我 我自己也没办法平衡 嗯哼 那么再加上台湾的 我刚出道的时候 它的投资报酬率不合理 我在地下唱片公司 四张唱片 我总共赚13万块钱 嗯哼 那我们取得的金钱的来源 是作秀 我说不爱作秀 可是你没有钱赚 你非得要去 非得要去 适应这个环境 所以我就不想做 嗯哼 我觉得唱歌不应该是这样子 嗯哼 所以就打磕了 对对对 我就觉得很反感 嗯哼 所以后来我 当然我需要赚钱了 所以我就好 那我去做生意 我不靠你行不行 嗯哼 所以我就跑去做生意 那但是呢 我在音乐上面取得的 我的这份快乐 是别 刚刚也讲 别的行业没办法取代的 我还是要做音乐 我还是要玩创作 当然 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有超然的立场 嗯哼 比较不太 希望能够忠于多一点 都忠于我自己一点 不要看唱片公司的脸色 不要看制作单位的脸色 对对对 我爱做我就做 我反正做了自个爽的嘛 嗯哼 我是用这种心态去去面对 所以前面的这样子的过程啊 产生一种不能平衡的时候 蛮多的 嗯 所以我那时候去做异动的心开始 我那本来就想异动的心 如果没什么起色的话 我就回老家 我就不干了 因为反正我也 不是 我也不希望 老师你在老家回山东啊 我回韩国家 还好异动的心 有很好的反应之后呢 让我继续走这条路 当然还好这样子 让我继续走下来 因为我现在来讲 已经十年了 第一个十年 其实我觉得很幸运 从第一张唱片 也开始算是顺顺利利的起来 嗯 这当中也让我碰到很好的人 在我身边帮我的忙 也让我有这个 找到好歌的这样子的机会 这种 我觉得除了我的 本身的能力 才能之外 有这样子的配合 让我得到更好的成绩 这是我觉得很欣慰的 嗯 几乎每张唱片都有一两首歌 是普遍被大家接受 那么 身为一个艺人啊 走了十年 其实人生有几个十年呢 嗯 我相信 我一直看 Frank Sinatra的演唱会 演唱会 六十几岁七十几岁 还可以站在舞台上 被这么多人拥护 我觉得有一朝一日 我能够做到这一点 夫复何求呢 哈哈 那么介绍你谈谈你的打算了 就是说 第一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第二十年了 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想 我想 我现在算是 台湾的这个 这个 台湾歌语歌坛的 中间分子 除了满足我自己的理想之外呢 我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国语歌坛呢 尽一份心力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国语歌坛的大本营啊 还是以台湾为重心 现在 但是有几个现象会出现 就是说前面有提到的偶像的现象 那我希望啊 媒体多给新人一点机会 让他们多露面 再来呢 就是说 希望偶像歌星不要那么多 尽量让实力的歌手啊 多出来 然后呢 对我们的国语歌坛有帮助 希望这个帮助是良性的 也有进步 那么再来就是 我希望能够提到 就是翻译歌曲 那么台湾的歌坛呢 我想香港可能更严重 台湾还不算严重 香港的翻译歌曲呢 都有翻译日本的 翻译台湾的 甚至翻译韩国的 那基本上我们东方的这种 这种音乐啊 它的类同性啊 会比较多 跟西方来讲啊 西方有些音乐不一定 适合在东方来播出 那么比较能够接近的是 我觉得日本歌曲啊 比较最容易能够达成一片 没错 当然不是全部 还是看日本歌曲种类比较多 那我是觉得 虽然这样讲 音乐不分国界是没有错 那包括我自己 我唱过的歌 也有日本日本歌曲 那是真的是觉得 很好很好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 这真的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现象 我们还是多鼓励 这还是一句话 多鼓励台湾的创作人选 那这种创作人选呢 因为你要有合理的投资报酬力 人家才能做这种事情 当然台湾在进步当中 包括制度有在改善 包括对智慧财产前的这种观念 也有在进步 我希望自己都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看到更好的国师 然后呢让国语歌坛 真正可以领导全世界的花人 好的 那么新年已经开始了 能不能在那个新年刚开始的时候呢 给我们查一份话节目的观众 还有你的千百万里的歌迷们 将其去住院的话 长住院的话 对啊 住院的话每年都在讲 每年都在讲 每年都不一样 讲个特别就好了 结婚的朋友 赶紧回家做小孩 生小孩真好 恭喜大家新年愉快 好 那么谢谢你上我们查一份节目 谢谢你 希望你带更多更好的歌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定一定 谢谢 好 再见 江玉恒真的变了 从《忧郁王子》变到《快乐王子》这句话 真的是一点不假 以前我看了很多记者拍江玉恒的片子 那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呢 也有访问江玉恒 可是今天我看江玉恒跟李斌的一起谈之后 我觉得真是要变得她过得多么的快乐 她的宝贝小女儿带给她无限的幸福 我们祝愿江玉恒永远这样快乐幸福 好了 我们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时间又到了 我是朱磊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次再见